1941年,侦察员救出一乞丐,他的兜里装满小米,杨成武吉令,将他就地正法,在许多影视作品中,总喜欢将日军打扮成被我军耍得团团转的蠢猪和傻蛋,毫无军事素养和能力的无能之辈,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日军却是一支极其狡猾,极其残忍,军事能力极高的军队。 在1941年的五一大扫当中,日求刚村宁次的谋略,差点让我进查继军区遭遇了灭顶之灾,好在聂荣珍,杨成武等首长,陈卓指挥,最终让绝大多数八路军和群众化险为夷。 我军与日军的作战,不仅是一场刀对刀,枪对枪的这种明面上的战争,更是一场隐藏于幕后的情报战。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的特务便为帝国的扩张履历其功,到了抗日战场,日本的情报人员也给我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1940年百团大战,40万八路军在郑太县四处袭击日军,给日寇华北派遣军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震惊于八路军庞大的规模和强大的战斗力,日寇决定将主要目标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 号称日本军界三杰之一的钢村宁次大将接替了因囚龙战术破产而被撤职的多田郡。 担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钢村宁次是屠杀朝鲜人民和东北同胞的贵子手,在扑灭游击战方面颇有心得, 他因双手沾满鲜血而被授予大将军衔,他到华北之后, 决定对我禁察纪根据地来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号称百万大战, 正是为了报复我们的百团大战,禁察纪根据地是我八路军人口最多, 物产最丰富,军事力量最强的根据地,在1939年的燕素衙和黄土岭战斗中, 让日寇付出了两千余人的伤亡,同时还让有着名将之花之称的阿不归秀丧命于太行山上。 对于日寇来说,禁察纪根据地无疑是眼中钉,肉中刺,必须要拔掉, 大军未动,情报先行,日寇情报部门对我根据地进行了细致的侦查, 二战结束后,随着一批日寇档案的揭秘,我们发现日寇对于我们的根据地几乎什么都知道, 我们原本以为瞒过日本人的事情,事实上他们都知道,1941年, 日本情报第二课曾制定了一份名叫,禁察纪边区塑政作战情报收集计划, 这封报告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入手,几乎将禁察纪边区分析各地朝天, 其细致程度让人不寒而栗。 更可怕的是,日寇还着手在禁察纪的各个村庄之中, 售买汉奸、扩大侦查网,而这项举措对八路军的威胁极大, 所谓扩大侦查网,是指由一村的顺序向他村发展, 知道能在一区进行一期检举的程度,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日寇开始大肆用钱、用粮、用官决来收买汉奸, 而这些汉奸,大多都是当地普通的贫农, 贫农从来都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而非衡量道德的标准。 抗战时,许多贫农在日本人最强势的时期加入了八路军, 同样的,也有不少奸血、贪婪、自私之人, 识识误地成为了汉奸,这些汉奸都说本地话, 都和本地的贫农一样衣衫蓝绿,因此非常难以辨认和识别, 而正是这群汉奸的存在,让进查计分区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浩劫, 1941年5月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 从5月底起,日军对济东、济北以及白阳电地区发动攻击, 同时还对平溪西艇进军进行扫荡, 日寇之所以首先对G济东、济北和平溪这三个地区发动进攻, 目的是为了切断进查计分区的八路军退往外线的道路, 尽量压缩我军的运动空间, 到了7月9日,钢村宁次正式下达了, 进查计边区速证作战命令, 而计划发动总攻的那一天是8月20日, 此时的日军已经摸清了进查计分区司令部的所在, 复评,此时的八路军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根据地理爆发了瘟疫, 病原一度达到半数以上, 甚至到了出院不如入院多的局面, 十分不适合应对大规模作战, 而这一切都被汉奸们看在眼里, 并汇报到他们主子的耳朵里, 钢村宁次认为机不可施, 这正是一举端掉进查计中枢首脑的大好机会, 于是他们组织起空前的兵力, 准备对进查计边区来一个拉网式的扫荡, 在此前的扫荡之中, 都是日军旅团或师团一级组织, 相互之间很少统筹协调, 物资筹备也有限, 因此扫荡一般以一个月为期。 面对这些汹汹而来的鬼子, 进查计在兵力强大, 武器弹药充足时, 会和日扣来个硬碰硬的对决, 就像1939年的黄土岭战斗一样, 但在兵力和弹药储备不足以和日军应拼时, 八路军便会精简机关, 由地方武装和民兵带领老百姓转移, 再以正规军和敌人周旋, 四级进攻他们的补给线和后方, 等敌军弹尽粮绝, 自然就会退出根据地了, 但这一次, 日本人却要玩真的了, 摆团大战之后, 日军才意识到共产党的八路军, 根本就不是一群土扣, 而是一群有着极其严格纪律。 极强组织和加强战斗力的正规军, 刚孙宁次开始将八路军, 真正看成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战略级的对手。 8月13日, 日扣的大扫荡正式开始, 其规模达到空前的7万多人, 此战之中, 日军先是严密地封锁了交通线, 然后假意向东南方向进发, 做出一副要扫荡计中根据地的模样, 随后又突然虚晃一枪, 调头前往西北, 向聂荣真所在的复平杀去, 此时的复平由北方局, 边区政府, 北越区党委, 北越区党校, 以及抗达尔分校等机关的上万人马, 转移十分不易, 而此时日扣却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 局势已经危险到了极点, 如果再不采取行动, 禁察纪指挥部真有可能被一锅端掉, 危急之局却有破局之人, 而聂荣真最看重的爱将, 禁察纪一分区的司令员杨成武, 便是这样力挽狂澜的破局人, 当聂荣真逐渐陷入危局之时, 他向杨成武发去电报, 立即派老一团前来解围, 禁察纪一分区, 是禁察纪边区战斗力最强的军分区之一, 之前提到的黄土岭战斗, 就是杨成武带领一分区的战士们打出来的, 8月20日, 八架日军飞机突然飞离一分区上空, 来回盘旋, 轰炸扫射, 让杨成武意想不到的是, 钢村大将当时就坐在其中一架飞机上视察, 他把一分区视为重点军事区, 下令务必将一分区的指挥机关给端掉, 杨成武作战经验极其丰富, 他很快就预料到日寇肯定回来扫荡, 于是杨成武立即惊弹机构, 除了副司令参谋长, 政治部主任情报科, 作战科通信科的一部分人以外, 都下放到个情报站去了, 在此前的战斗中, 一分区的老兵和弹药消耗都很大, 因此杨成武决定不和敌人应天, 但考虑到恶战即将打响, 杨成武还是将分区警卫连, 侦察连和一团三连都放在身边, 警卫连拥有220多人, 都是老兵, 全部都用缴获的日式装备, 有12艇机枪和4具制弹筒, 侦察连也有近200人, 他们训练有素, 也使用日式装备, 一团三连是红军连, 100多人, 战斗力非常强大, 就这样, 杨成武组成了一支500多人的精兵队伍, 既可以保证指挥, 也能随时投入战斗, 行动方便, 消息灵通, 机动灵活, 然后当杨成武打算带着敌人在山沟里打转时, 却意外发生了变数, 当时杨成武的司令部在北楼山和群众们的感情非常好, 当群众们听说杨成武要带人转移, 纷纷表示, 我们都合计好了, 到哪儿, 都不如跟着杨司令安全, 我们就跟着杨司令一起转移, 杨司令走哪里, 我们就跟到哪里, 这么多领导都在这里发现了鬼子, 也有八路军给咱们顶着, 跟着杨司令和这些领导在安全不过了, 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 试问谁又不怕呢, 但是带着群众, 军分区的队伍就大了, 更显眼了, 更可怕的是, 难民群众玉石难分, 还不知道是否混入了敌特, 一旦混入敌特,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面对这种两难的局面, 杨成武却坚定地说, 战争时期, 求生是每个人的意愿, 谁不想活下去呢? 老百姓也不例外, 老百姓既然认定跟着你八路军最安全, 你哪还能把群众从身边赶走呢? 战争是残酷的, 是反人性的, 都说次不长兵, 但是为了群众的安危, 杨成武明知不可为, 却偏要事上一事, 就这样, 杨成武带着一百多人的难民队伍, 向未知的前方进发了, 在扫荡之中, 日军采取了多路多层次的分进合击, 杨成武带领着士兵和难民们, 左突右冲, 时不时的, 还会派出一些小部队, 利用有力地形, 从正面或侧面杀伤敌人, 监视敌人, 迟视敌人的行动, 逐利一般不和敌人接触, 以便适时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到了夜里, 一轮新月升起, 清冷的月光洒落了下来, 杨成武决定让队伍在山脚下休息一下, 作战参谋周自卫, 则带领电报人员拉起天线, 抓紧时间向个团发电报, 结果电文刚发了一半, 警卫连指导员便急匆匆地报告杨成武, 司令员同志, 敌人追上来了, 话音刚落, 前方就传来了枪声, 根据侦察员报告, 敌人是一个大队, 是从来源方向来的, 于是杨成武命警卫连立即予以阻击, 大部队立即撤离, 于是徐信带领着警卫连占据了有力地形, 然后用捷克造, 伯朗宁三八大概一起开火, 把日扣打得晕头转向, 日扣扫荡以来, 还没遇到过如此能打的部队, 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 日军不敢贸然进逼, 趁此机会徐信带领着警卫连跟上了杨成武, 此时的日军已经完全渗入了一分区, 各路敌军在接近我北楼山指挥部时, 一路分两路, 两路分四路, 四路变八路, 最后变成十多路, 编制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网, 按照日扣的计划, 有如此细密的网, 八路军就算是个苍蝇也飞不出去, 然而日扣所没有想到的是, 杨成武早就离开了北楼山, 连老百姓也被他带走了, 没有直接抓到杨成武, 日扣恼羞成怒, 在军分区里四处乱转, 杨成武部转移十分频繁, 不停地和日扣兜圈子, 途中休息时间极短, 往往还没休息几分钟, 日本人就追了上来, 让我们连电台都来不及价, 就这样, 一分区和军区总部失去了联系, 很多同志都误以为, 一分区已经被吞掉了, 久而久之, 杨成武感到十分奇怪, 鬼子人生地不熟, 怎么就能如石骨之躯一般跟上自己, 换做平常, 恐怕早就把敌人甩掉了, 一天, 途中休息的时候, 周自卫参谋将杨成武悄悄地拉到一边, 说, 司令同志, 我有个想法想跟你说, 杨成武回答, 什么想法, 说吧, 随后周自卫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怀疑我们内部有奸续, 要不敌人怎能像长得眼睛似的, 我们走到哪里, 他们就跟到哪里, 杨成武思索了一下, 然后说, 很有可能, 敌人可能派出了探子混在群众中, 这样吧, 咱们找个一语隐蔽的地方, 然后封锁消息, 这样可能会有效果, 杨成武明白, 带着那么多难民, 难免会混入特务, 许多同志还曾和他抱怨, 说杨成武是长板坡的刘备, 早晚会让曹操追死, 可是杨成武说什么也不愿赶老百姓走, 虽然不赶群众, 但不等于不抓奸细, 此时跟随在八路军身后的, 还有几十个群众, 一路上散了不少, 其中一部分可能就是奸细, 他们离开队伍, 就是给日寇通风报信去了, 在这群难民之中, 说不定还有汉奸, 现在不能再拖下去了, 经过一番急行军, 杨成武一行沿着山沟, 走进了蝙蝠岭和五回岭附近一个叫万年兵的小山村, 村里仅有两户人家, 翻过山不远, 就是敌人设有据点的三甲村和浮屠域, 那是一分区曾经打过硬仗的地方, 杨成武一看地形, 立即命部队把口子封死, 只准进, 不准出, 六亲不认, 就是天皇老子也不让出去, 以防走漏风生, 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 日寇果然没有追上来, 很显然, 真有间隙混在了难民队伍里, 于是杨成武当即对一些难民进行了核查, 从外表来看, 这些贫民衣衫破烂, 口音相同, 脸上也没什么写明自己身份的特征, 但酒精沙场的侦察员什么场面没见过, 很快便揪出了一个乞丐, 这个乞丐和其他人看上去一样, 但有一个地方很不一般, 通常乞丐的口袋里, 装的都是小米, 玉米, 黑豆, 高粱米混合的百家粮, 乞丐的粮食都是一家一户的讨来的, 自然不会有同一种类的粮食, 而这个乞丐呢, 口袋里装满了小米, 试问哪个乞丐会那么阔气, 侦察员一逼问, 这人果然跪在地上招认了自己的罪行, 他就是日寇收买的汉奸, 对于这种民族败类, 杨成武也没什么可说的, 很快就将他就地处决了, 杨成武感叹, 难怪日寇跟得那么紧啊, 抓住了奸细, 大家终于可以安心休整一下, 喝一点小米粥, 同时杨成武还能从容展开电台, 和其他个团进行联系了, 然而就在这时, 机药科副科长强培山跑来说, 聂总派来一封电报了, 杨成武赶紧放下网筷一看, 随即便大惊失色, 原来聂荣真带领的队伍, 陷入日寇的包围了, 刚村宁次从东西两面突击, 但在南面留下了一个空挡, 顺着这个空挡, 聂荣真可以渡过沙河南下四分区, 在那里指挥作战, 然而这只是刚村宁次围三却一的战术, 和那边不是空挡, 而是埋伏好的鬼子, 聂荣真电告杨成武, 军区四周都是敌人, 固守也很不利, 你们那里的情况如何, 杨成武一看, 很快就意料到聂总肯定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于是他叫叫来周自卫, 让他拟了个电文, 我出安然无恙, 我你派一支二个团去接应, 以配合一团保证军区机关的安全, 发完电报后, 杨成武心急如焚, 身经百战的聂荣真会在万难之中化险为夷, 但就怕万一啊, 在杨成武的接应, 侧应之下, 聂荣真最终神奇地跳出了包围圈, 在危急之时, 聂荣真带领的一万多人马, 全部挤在一个东西约25公里, 南北约35公里的包围圈里, 敌人聚集重兵, 越来越近, 飞机不断地轰炸, 然而聂荣真毕竟身经百战, 智谋百出, 他立即西, 北两路日口合击的空隙, 跳到了长家区一带的山区, 随后,聂荣真来个惊蝉脱鞘之际, 让一个50多人的侦察小队, 携带一部电台, 到雷宝以东, 故意暴露目标, 使敌人重计, 于是, 7000多名敌军合击雷宝, 最终却扑了个空, 而聂司令则带着以非战斗人员为多数的大部队, 在山村里隐蔽了两三天, 然后分几次突围了出去, 在聂司令突围之时, 杨成武和其他兄弟武装, 不断打击敌人的落单部队, 给人以沉重的打击, 就这样, 聂荣真于9月6日跳出了包围圈, 让刚村宁次的图谋彻底破产, 在这次大扫当中, 鬼子没能抓住内容组的军区总部, 也没有消灭各军分区的指挥机关, 但不得不说, 我军的损失还是相当惨重的, 各主力团的伤亡都非常大, 以杨成武的一分区三团为例, 谈在口头村遭遇了日军伏击, 一个新兵连全部殉国, 当年新招的一千多名新兵, 有二百多人牺牲在了村子里, 而日寇之所以能得手, 是因为口头村里混入了内奸, 然而那个奸细是谁, 已经无从知晓了, 不仅如此, 根据地面积也大大缩小, 汉奸们倾巢而出, 他们带着日军四处翻查, 深挖八路军埋藏的物资, 搜山寻找避难群众, 又抓青壮年抢修炮楼, 防范游击队袭击, 钢村宁次善于操弄以华制华的手段, 他注定将是我军最可怕的敌人, 善于欲来封满楼, 钢村宁次的大扫荡, 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聂荣真和杨成武等八路军指战员的进查计分区, 还将遭遇更加惨烈的考验, 抗日战争, 进入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